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美国半导体设计软体公司新思科技Synapsis近日依应美国政府的出口管制新措施, 已通知在中国的员工暂停所有服务、销售及接受新订单活动。 根据路透社获得的内部信件显示,这一决定是在公司收到美国商务部工业及安全局BIS关于对中国出口新限制的通知后做出的。 新思科技于5月下旬已暂停发表全年和单季度财务预测,随后向中国员工发出内部通知。 信件中表示,根据他们初步解读,这些新限制大抵上禁止他们的产品和服务在中国销售,且自2025年5月29日生效。 为确保合规,公司决定立即暂停在中国的业务活动,直到获得更明确的指示。 据内部信件披露,这些新措施将影响所有在中国的客户,包括其他国家客户在中国任职的员工,以及无论身处何地的中国军方用户。 这意味着新思科技在中国市场的业务将面临全面受限。 作为全球三大电子设计自动化EDA软体公司之一,新思科技的产品对晶片设计至关重要。 晶片制造商依赖这类软体设计从智慧型手机、电脑到汽车等各种产品所需的半导体。 除新思科技外,美国已命令多家企业在未货许可的情况下停止向中国出货,并撤销了一些供应商以获得的出货许可。 受影响的产品不仅包括半导体设计软体,还包括相规化需品,显示美国正在全面收紧对中国半导体技术出口管控。 根据新思科技投资者关系负责人Trey Campbell在6月上旬美国银行全球技术大会上的公开发言,此次管制的发表方式被认为是不同寻常的。 Campbell指出,以往无论是拜登政府还是更早时期的限制措施,通常都会寄与行业4至12周的意见征询期,以便就复杂的技术细节进行沟通。 然而,这次的禁令并未提供这样的征询期,导致公司目前只能在事后不做沟通工作。 Campbell详细解释了此次禁令对客户的具体影响,由于新思科技采用年度密钥的授权模式, 现有客户软体的可用期限将在未来355天内的不同时点终止,且无法再获得任何技术支援或更新。 对于IP核,客户可以继续使用已下载的IP,但无法下载新IP或现有IP的更新版本。 对于硬体,客户可以继续使用物理硬体,但配套软体和韧体将停止更新。 此次管制也对新思科技的业务造成了显著影响。 Campbell表示,在限制措施实施前,中国市场保持着约25%的年增长率, 而在最近一个季度,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同比下降了28%, 很多影响是因为技术限制导致许多正在开发的AI和HPC晶片专案可能在萌芽阶段就夭折了。 这种影响与其收入结构密切相关, 虽然中国市场在落后工艺16奈米、14奈米及以上领域有大量的晶片设计, 约占中国晶片设计的25%至30%, 但新思科技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先进节点, 因为这些设计需要使用高阶EDA工具、更多更新的IP授权以及必须的硬体验证设备。 目前,此次禁令仍存在许多不确定性, 包括禁令的具体范围是否仅限中国地理位置, 是否包括在新加坡等地设立的中国公司子公司, 以及是否适用于雇佣中国级员工的美国跨国公司等。 新思科技正在与美国政府积极沟通, 以期获得更明确的指示。 半导体设计软体领域之外, 全球知名的荷兰半导体设备制造商ASML执行长Christophe Foucault 近日对美国晶片出口禁令政策提出批评, 认为这些措施将适得其反。 据外媒报道, Foucault表示, 美国的关税政策不仅给经济发展带来更多挑战, 还加剧了市场不确定性。 Foucault指出, 由于无法确保晶片生产成本的合理性, 美国的政策实际上削弱了在美国国内建设晶片工厂的可能性。 他强调, 与其打压竞争对手, 美国更应该将注意力放在创新上。 Foucault特别提到, 中国已经开始自主研发国产曝光设备, 他表示, 你试图阻止的人会更加努力地取得成功, 无论你设置多少障碍都没用。 作为全球领先的曝光机制造商ASML的掌舵人, Foucault的观点引起了业界广泛关注。 他警告称, 美国政府的限制性政策可能会对已经建立数十年的 全球半导体供应链造成打击, 并可能减缓人工智慧等新技术的发展步伐。 这一表态发生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面临地缘压力不断增加的背景下。 美国近年来持续加强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出口管制, 包括限制先进晶片和制造设备的出口。 作为荷兰企业, ASML也受到了美国对中国出口管制政策的影响, 被要求限制向中国出口部分先进曝光设备。 在中国半导体行业遭到严重限制的情形下, 由美国媒体预测, 随着人工智慧、 AI在智慧型手机、 个人电脑及资料中心等领域广为应用, 加上台积电在晶圆代工2.0, 即方坠2.0的市场逐步上升, 台积电在未来5年内市值有望上看3兆美元。 The Motley 4分析文指出, 台积电掌握全球第三方晶圆代工市场的67%市占, 排名第二的三星则仅占11%。 其晶圆代工市占更是从几年前的58%, 稳定上升至目前水准。 展望未来对AI晶片需求的增长, 渴望使台积电大大受贿, 市值将远高于目前的1兆美元水平。 台积电的先进制程节点, 被辉达、博通、Marvel、超微、AMD及苹果等公司用于制造AI晶片, 导入资料中心、个人电脑与智慧型手机。 这让台积电在各类终端市场对AI需求大增的浪潮下, 稳坐中心地位。 根据一项估算, 至2033年, 全球AI晶片市场的年化增长率渴望达到35%, 因AI技术将会普及至更多应用层面。 台积电自身的预估是, 通过销售辉达、超微、博通、Marvel等公司设计的AI加速器所获得营收, 年复合增长率可能在未来5年内达到中断40位数百分比。 此外, 市场研究公司IDC预估, 晶圆代工2.0市场将在2025年增长11%, 增幅将近是去年的一倍, 并在今年达到2980亿美元营收。 台积电今年在该市场的市占, 预估将增长至37%, 较一年前的28%大幅跃升。 若假设台积电的晶圆代工2.0比重, 在5年后能提升至60%, 考虑其市占增长的速度, 这看起来并非难事, 其年营收渴望达到2620亿美元, 这将是2024年营收的三倍。 目前台积电股价接近其营收的11倍。 如果其股价营收比在未来5年内略微高一些, 其市值将可能上看3兆美元。 考虑到其未来5年内的销售增长速度, 看起来将会比过去5年更快, 市场也很可能决定给予台积电更高的估值。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